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今天这几课呢,会跟大家讲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的注册和配置的方法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就有两点,第一点是注册的流程 第二点是公众账号的登录以及配置的方法 那么从哪里进入微信公众号的注册页面呢 我们要打开这个微信开放平台,就是open.微信.quickle.com 然后在它的页面的下方有一个公众账号开发 然后点了解更多,然后点这里进入公众平台 然后呢,这里面右上角有一个立即注册 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注册流程分为好几个步骤 那么第一步是填写基本信息,这里面需要填写邮箱密码和验证码 接下来是激活邮箱 再接下来是选择类型 再下来是登记信息 到最后是公众号的一些配置信息 那么首先我们从第一步基本信息开始 那么在这里面的邮箱最好是输入一个你能登录的 然后最近在使用的那个邮箱 我使用我的QQ邮箱,然后密码 好,收个验证码 缓一张w同意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 然后呢,我们打开邮箱 然后打开我的邮箱能看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平台 在公众平台账号呢,给我们发了一封激活邮件 那么接下来需要进行第二第三步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踩了一个坑 需要跟人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大家在实际注册的时候 从邮箱点击这个激活链接的时候 过来,你一定要一次性完成 那么如果你不是一次性完成 然后在中途把这个页面关掉之后 那么公众平台账号注册的时候有一个bug 就是说你在这没有完成整个注册流程的这个邮箱 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 就是在后面你重新在这个 就是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你的公众账号 相当于没有建立 那么如果你在重新再重新来注册 然后用你原来的邮箱的话 系统会显示你这个邮箱已经被占用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到第三步 就是说你需要选择一个公众账号的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一旦成功建立的话 类型是不可修改的 那么这里面有三种类型 在上几个特殊做过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里面有订阅号、服务号和企业号 那么这三个号就是从左到右 它每一个就是每一种类型的这个号 公众账号 它的这个审核的复杂度 就是有简单叫容易 就是如果是订阅号的话 它的审核是相对简单的 那么如果是服务号的话 相对麻烦 企业号就是更麻烦 那么如果是为了快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订阅号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企业做开发 那么最好是就是在公司里面做开发 那么可以申请这个服务号 甚至是企业号 那么一般来说服务号就可以用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以这个订阅号作为例子 好 那么我们选择订阅号 然后在这里面呢 选择这个信息登记 选择这个主体类型 那么这个主体类型里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 那么一般来说这里面选个人就行了 然后在这里面填个人的身份信息 然后手机号验证码 然后在这一步就是说验证完成了之后 会来到第五步 大家需要在这里补充这个公众账号的信息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填一个身份证的姓名 这里面需要验证我的身份证 并且还要验证我的这个手机号码 输入我的手机箱子码 然后还需要用微信 扫一下它这个二维码 好 那么我的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当我用微信成功的扫描了 这个二维码之后呢 我的身份验证就成功了 那么这个用 就用个人账号来 就账号的主体类型选择个人的时候 是很容易验证完成的 那么继续 好 确定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一个账号名称 微信公众账号权权开发 我们把这个名称里面含有微信的话 它就有敏感词 那么我们 我们把它叫做公众账号权权权开发实战 然后选一下中国 北京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完成 好 现在我们 相当于我们的账号注册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前往微信公众平台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 微信公众号已经这个 注册完成了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配置 那么在这个公众号设置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原始ID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公众号的一个编号 那么在这有一个功能的设置 那么这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JS 就是在我们第二解课里面提到这个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两种web端的开发 一个是服务端的一个是网络器端的开发 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直接在网页里面调这个微信的 这个接口 那么需要设置JS接口安全域名 那么这里面 就是大家进到这个公众号设置 然后功能设置 然后JS接口安全域名 在这设置这个JS接口安全域名 那么 对于真正的线上的公众账号来说 你设置域名 那么 他不支持地址 IP地址的端口号 然后必须要通过SP备案 那么一个自然院内 最多可修改并保存三次 那么这个限制比较严格 那么在本门课程里面 我们会使用这个微信开放平台 提供的这个测试 就是测试公众账号来进行这个开发 因为我们要 因为在国内要申请一个域名 并且备案 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可以大家私下 就是下课后自己去研究 那么 这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微信认证 那么这个个人类型的公众账号 申请微信他目前是不支持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开发的基本配置 那么在这里面呢 对于新录制的这个公众 公众号而言 你还没有成为开发者 那么你需要在这里面把它打开 就是同一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服务协议 然后成为开发者 然后这里面呢 能获取这个绘画 然后获取地理位置 然后获取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菜单接口 那么我开单开通成功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叫服务器的配置 那么这个跟 啊 公众账号设置里面 功能设置里面 GS接口安全域名类似 那么 啊 这里的这个配置呢 就是服务器配置是 是 是 就是说我们做服务端开发 那么你要去调的时候 需要 啊 需要这个配置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我们会在 阿里云的 ES服务 ECS服务器申请完之后 再到这里来修改 那么暂时我们先 嗯 不动这里 那么整个微信 公众品就是微信公众平台账号的 这个注册流程的 到这里也基本完成了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配置项 就是 首先你如何成为这个开发者 然后配置这个 GS安全域名 应该在这个 公众号设置 然后功能设置下面 然后这个 呃 配置这个服务器的 啊 信息 那么是在这个 开发下面的基本配置 那么 这个开发下面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那么这些是我们 在后面的 课程里面 会详细跟大家介绍的 这里面 有一些什么工具来 帮助大家 快速的进行这个 原型的建立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嗯 接口权限的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个人的 这个 公众账号而言 你的权限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对于这种 比如说服务号 或者是说 机构组织等之类的 这种公众账号呢 你的权限可能是更多的 那么认证之后 可能能获得更多的权限 那么这个 嗯 关于权限这一块 需要认证 需要更高级别的这个 公众账号 那么大家在实际 操作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那么有可能就是 需要走一些流程 好 那么 这几个的定容到这里 就接近尾声的 那么下一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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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